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里是小熊美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澳汁脆皮肠的做法 咬一口皮脆肉嫩超美味 简单易做零失败 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 首先准备一点猪肠衣 肠衣的用量根据自己要做的肉来定 倒在一个大碗里面 加入清水浸泡半个小时 泡过以后呢 盐分就没有那么多 吃起来不会咸 接下来准备一点葱姜 生姜先切片 再切成姜丝容易出味 小葱切断 切好装在一个碗里面 倒入150毫升左右的热水 下手抓揉一下 抓出葱姜汁 再放在一边浸泡出味 现在来准备肉馅 这里是两斤的前腿肉 做香肠呢 最好是二八分肥瘦 吃起来会鲜嫩不油腻 把猪肉改刀 先切成小块 肉切好后 放进搅碎机里面 启动搅碎机 把肉打碎 不用打得太碎 留一点颗粒 吃起来更有口感 把肉搅碎后 装进一个大碗里 肉多的话可以分两次搅 接下来开始调味 加入10克的食盐 15克的白糖 30克的淀粉 20克的蜂蜜 3克胡椒粉 10克的料酒 再倒入150克的葱姜水 接下来就是烤鱗手劲的时候呢 用筷子朝着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拌 把葱姜水搅拌至肉馅里面 让肉馅吸收调料的味道 放入调料 搅拌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只有把肉馅充分的搅拌上劲 做出来的肉肠才会Q弹嫩滑 搅拌至肉馅抱团 并且明显感觉到阻力 搅不动的时候 剥开肉馅看一看 有这种拉丝的状态就可以了 肉馅准备好后放在一边 待用 肠衣泡好以后呢 用清水多冲洗两遍 去除异味 肠衣洗干净后倒入一点高度白酒 浸泡5分钟 进一步的去除异味 肠衣处理干净以后准备灌肠 有肠衣就会有这样的灌肠器 把前盖扭紧 把馅料装进灌肠器里面 再把后盖拧紧 把肉馅推到管口这里 排出空气 找到肠衣的开口 套在管口上面 一根肠衣差不多套完后 末端这里打个结 接下来就可以灌肉肠了 一管肉用完以后 再装下一管 继续灌肉 直到把所有的肠衣都用完 如果是第一次灌肉成的 建议灌到7分满即可 一条肠衣灌满以后呢 取下来 另外一头这里打个结 这样一根肉肠就灌好了 我这个灌的是8分满的 一共两根肠衣 把另外一根肠衣也灌满肉 前端的铜管灌不到的地方 用筷子戳进去 像这样肉馅就全部灌完了 在肠衣的末端也打个结 再用棉绳 把肉肠分解盘好 长度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定 我这里大概是10厘米一根 再把多一个肠衣还有棉线头剪掉 再用牙签在每一个节的肉肠上面都加上小孔 排出空气 蒸煮的时候不易发生破裂 全部粘上小孔后 就放到通风的地方 封干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来看一下 肉肠表皮的水分已经被封干好了 准备上锅蒸制 把肉肠直接放到蒸笼上面 不要紧贴在一起 中间留一点缝隙 盖上盖子中小火蒸25分钟 蒸至时间到关火 打开盖子 把肉肠夹出来放到碗里面 再一节一节的剪下来 再一节一节的剪下来 吃的时候可以放在锅里面 小火煎制 煎制像这样子表面金黄 就可以开吃了 非常的佳 学会这样子做脆皮肠 健康无添加 虽然没有卖卖买的好看 但是吃起来就放心 肉肠平时可以多做一点 放进冰箱冷冻保存 放上三个月都不会坏 拿起一根脆皮肠看看 非常的Q弹 拌开里面看一下 鲜嫩Q弹 还会有汁水流出来 看着就非常的好吃 想吃的朋友 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 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